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在以赛亚书第47章 轮到巴比伦被审判 在历史上 巴比伦有清新巴比伦 或者加勒底帝国 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之下 达到了高峰 所以在主前的586年 巴比伦就毁灭了耶路撒冷城 不过巴比伦都是充满了拜外帮神的偶像 和各样占卜 异教的祭司 所以最终 上帝也都藉着鼓劣的手 去审判了巴比伦 是我们灵修之先 与我们一同的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知道万事万物 都是掌握在你的手上 你也有审判世界的权柄 所以让我们在你的权柄之下 我们尝存敬畏你的心 尝存苦福 顺服你的心 以至我们在生活上 能够继续去见证你 我们祈祷交托感恩 直赖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赛亚书 第四十七章 审判巴比伦 少女巴比伦 下来坐在尘埃 加勒底 没有宝座 要坐在地上 你不再称为油药凉乱 要用磨 磨面 揭去面纱 揭去长裙 露腿渡河 你的下体必被露出 你的羞辱必被汗见 我要报复 谁也不欢容 我们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的名为万君之耶和华 加勒底 你要静坐 进入黑暗中 因你不再称为万国之后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 使我的产业受凌辱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然而 你毫不怜悯他们 连老年人 你也加极重的厄 你说 我必永远遗后 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事情的结局 你这尊号言乐 以为地位稳固的 愿在当听者话 你心中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自寡居 也不经历丧子之痛 哪知 丧子 寡居这两件事 一日之间 忽然临到你 你虽多行邪术 广施魔咒 这两件事 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你依靠自己的恶行 说 无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聪明 使你走偏 你心里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了 但灾祸临到你 你不知如何拘除 灾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无法除掉 你所不知道的毁灭 必忽然临到你身上 尽管使用从幼年就施行的魔符和众多的邪术吧 或许有些帮助 或许可以致性 你固惧太多 以致疲倦 让那些观天象 看星寿 在初一 说预言的刀起来 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够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看啊 他们要像碎界被火焚烧 无法救自己脱离火焰的魔掌 没有炭火可以取乱 你也不能坐在火旁 你所操劳的事都像这样 从你幼年以来与你交易的都各奔己劳 没有一人来救你 以赛亚书47章所呈现的 是一个完整合一的诗歌体 在一至七节 我们看到是一个嘲弄的诗歌 而在八节到十五节 是讲到上帝的审判 在整个47章一至十五节里面 我们看到经文的焦点 去到巴比伦那里 他将巴比伦形容为一个女人 一个美丽 但是又很自负的女人 这个美丽又自负的女人 他口里面所惊夸的 所夸口的 原来在上帝眼中 全部都是虚空的 就是因为这样 才知道要告诉以色列民听 列国都是无盼望的 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巴比伦实在是罪恶涛天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罪恶 他们专还自大 他们为我独尊 以为倚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 就能够万事亨通 他们不知道 其实他们这样做 只是走斜了那条路 就是他们这种为我独尊 除了他们自己之外 再没有其他东西 也及得上自己的这种态度 令到巴比伦 最终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上帝最后以鼓劣 去代替了巴比伦 上帝亦都更新了石安 藉着上帝的更新 以色列民就能够重新归回 在石安里面 去看着上帝座着为王 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提醒我们 当我们筹划得太多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累 看回我们自己 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面对不同困局的经验 而在每一个困局里面 不是那么容易 而我们都能够找到出路 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面对很多的要求 令到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觉得很累 特别当我们面对着不同的人 对我们不同的期望 而我们又必须要满足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 真是再走不出来 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信心 也没有勇气 在疲倦当中 去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 我们的出路 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疲惫的时候 我们又有什么出路呢 我们可以有两个的选择 当时美国就有人答 这样 在我们平日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又有没有预留一个位置 给我们的上帝呢 圣经告诉我们 就如智者所浪门 祂好有智慧 但当祂的皇国 没有上帝的位置 和上帝的赐福的时候 最终祂的皇国 都在祂的手上分裂出来 今天 我们都会面对困局 我们都会有累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找出路 我就会问 我们选择去倚靠自己 还是去倚靠上帝呢 当我们只是倚靠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会为我们的生命 带来了捆绑 例如 当我好努力之后 我仍然失去其他人 对我的认同那一阵 我就会无法再蜡烛 当我好努力之后 我仍然损失一笔的财富 以至我不能够去娱乐的时候 我也不想再生活 所以 就让我们由这一刻起 重新立志 无论我们多么疲 或者面对什么困局都好 我们要倚靠的 就只有我们唯一的上帝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我们的旧熟主 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得名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赛亚书47章4节 下一集将会有姚泽黄牧师 讲解第四部分的以赛亚书 继续和大家默想 学习 并且实践圣经中的话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